那些年校园里的神仙家长 来 这是你们这周末作业 回去都给我认真完成啊 周一回来我爱个儿检查 来 项铭 这是你周末作业 回去也给我认真完成啊 老师啊 凭什么项铭作业那么少啊 什么作业这么少 我这是压根儿没有作业 这简直是世道不公啊 他没作业给我们留那么老多 这就是做到宋朝也做不完啊 马兄 此言差矣 恕我直言 这些作业 我们做到侏罗记也做不完啊 其实你们要都不想做的话 小生倒还有一计 先天请讲 讲什么讲啊 我看你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明天待在家里写作业 哪儿也别想去 吃饭了 吃饭了 你怎么还不出来吃饭 不会吧 你们老是让你们把作业当饭吃啊 孙长 这点作业精吃不饱啊 奶奶给你来点白菜放着啊 你先把饭吃了 是谁给你留的作业 俺领钱 来按开它 来 大家把课本翻到 老师啊 你周末作业网收了 那个作业我就不收了啊 你们同桌互相检查一下就行 那怎么行啊 作业肯定是哪您批才知道对错啊 他们肯定会互相包庇的 也对 那大家把作业从后往前传 别动 你 您知道俺家还是这周我琢磨过的吗 他连明天工都吃不上啊 对啊 我家还在整整两天 一口水都没喝 就光喝乐腰了 你们倒三个蛋 俺顺着一只个房间里面带着 十十八小时都没出来过 俺个房门都一闻 哪他妈都搜了都 各位家长 这次我可不背锅 本来我都不打算收作业了 是他 他让我收的 要不然这周全班作业都让他一个人来做 我不做 俺敢笑